游吾老师 我们就来分析 到底是什么样 生肖命格的男人 他有了孩子就会安定 我想还没有小孩以前 他可能还是 翼马乱跑乱奔 那现在呢 马脚被绑起来了 就说他这个 以生肖命格的意义来看一看 有了小孩子之后呢 他就爱家顾家稳定下来 疼爱小孩疼爱家人 要用方法 我们现在用生肖命格的角度来看 首先第一种叫水火祭祭 什么叫水火祭祭呢 首先就是生肖是狐马狗 因为狐马狗是三合火 它是火 生在冬天 冬天就是水 那冬天就是指农历的 10月11月12月生的 那这种就是水火祭祭 表示它原来是火 火是什么 到处在放火焰 到处乱跑的意思也可以讲 就是不稳定嘛 想到火就知道 它是这样一直窜的 不会稳定 但是因为水火祭祭祭 但是现在冬天的结果呢 他的心神就安定下来 他个性就稳定下来 就不会再去东跑西跑了 就刚刚说我所讲的 马的脚被绑起来了 就安定下来了 这是第一项 刚才我今天讲就是 国号就是属这里面的吧 是不是 国号是属虎 那第二个金石木柔 金石木柔是怎么讲呢 金就是我们讲 蛇鸡牛是三合金 照说金的个性 应该比较是大男人 金你就想到很顽固 很固执 就刚刚讲的大男人 置于自己为师 还有结婚之前 就是我自己要玩什么 就玩什么 但是呢 他要生在春天 那生在春天 春天的话是蛮柔和的 而且是万物欣欣向荣 就会把那种很强烈的这种 顽固固执 整个融化下来 让它软化下来 开始顾家了 那我这里说的春天 应该是指农历的 二三四月深 通常讲一二月 但是我们知道 在我们自己的北半球 一月份真的还算是很冷 还知道很难讲是春天 所以我这里讲春天 是指农历的二月三月 四月深的 那么蛇鸡牛是金的 金跟木之间的配合 那么他的个性就开始稳定下来 个性转轴 爱护家庭 好 这篇我要做个一些补充 那在古时候 我们做爸爸的管教子女 有一些禁忌 这写着父亲教养子女的生活禁忌 其实不止父亲 我想母亲也一样 就是大人教养小孩子的生活禁忌 那古时候跟现在不同 古时候是要打的 古时候管教很少听到没有打的 但是时空不同了 现在时空不同 我们现在说不定说一定要打 我们就好好的教养就是了 但是我这因为经常讲生活时空 这种生活的禁忌 我就从这个古代留下来 我们要注意的事情 好 我们就注意 这是指大人要注意 也不是小孩子要注意 大人要注意的 第一项 就是不要打骂吃饭中的孩子 我们讲吃饭的皇帝大骂 小孩子在吃饭中 你不要在那个时候来 趁机会教训他 骂他 打他 他这个一个是生活的阴影 人家吃了饭中 打他 骂他 他以后就会叫做造成偏食 不吃 或者我排斥食物 会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 所以记住 我们做大人的对小孩子教养 不要在吃饭中的时候 给他教训 我想连教训都不要 第二项 禁止打小孩子的头跟脸 就是你要打 因为我们讲古时候是有打骂教育 现在是比较没有 在古时候打骂教育 你要打 你前面不要打人家的头跟手 爬下来就打下去 这是整个的至尊的问题 小孩子以后的长大 他没有自信 随便你给你啪嘛 这是不可以的 我都让女儿打我脸的 啪 啪 啪 他现在还笑 他手力很大耶 啪 啪 啪 但我被打得很爽就是了 很舒服 所以这里讲是大人要注意 并不是讲小孩子要注意 大人你不可以打他的头 他现在是心甘情愿地被打 好 第三项 第三项呢 禁止用尺来打小孩 我们大人一起要打 随便手上抓个什么就打 结果呢 尺就是不可以 那尺是叫做梁 是一种器具 甚至是书房里面的一些文具 你不可以用这个去打小孩 表示小孩子不会读书 小孩子头脑不会重念的意思 难怪我这书都念不好 都被 用尺打吗 小时候都有被尺打 应该有 小时候都不应该打啦 只是说我们古时候 传下来的禁忌 就是我们不可以用尺打 当然也不表示其他都很好 其他最好都不要啦 好 第四项 这个我想这个 自古以来都有这个禁忌 那现在当然有点不同了 是什么呢 近在小孩子的面前 谈到性生活 这个大人哪有人会做这种事 你不小心有的不注意 甚至骂脏话也是啊 对对对 千万不行 那现在是不行 当然现在我想也是要 你也不可以啦 不过要适度的引导啦 古时候的教育 跟现在不太一样嘛 古时候是完全不行的 好 下面第五项 禁止惊吓在熟睡中的小孩 就想要是熟睡的时候 你不要跟他爹娃玩 觉得好玩 咕咕咕咕 看他会不会笑 或者看他会不会起来 或者烧他的脚底 会不会很晚 千万这些都不行 我们讲 我们虽然魂魄 是安定在这个脑子里面 你这样子弄他 他会失魂魄魄魄的 真的会惊吓到 这个对小孩子的教养 都是不好的 那如果我儿子睡得很熟 我去咬他的脸这样算 基本上不要到惊吓的程度 我讲就可以啦 有时候我们怎么做那么可爱 想去亲他一下 我想这会的啦 不要让他惊吓到 不要让他吓到 对了 晚上不要讲鬼故事 这个就好 可是因为小孩都不睡啊 所以我女儿在很小的时候 我就一直跟她说 你再不睡 你看旁边的窗户 那边虎部火 就会从那里飘过来了 她就看着那个窗户 你知道人会有一种恐惧 尤其这么小的小孩 他就看着那个窗户 就越想越害怕 然后我就说 那你快点转过来 妈妈这边眼睛闭起来 我保护你这样 然后他现在就是 他到现在还会有个阴影 就是窗帘什么都要拉着精进 这都是错误的教法好不好 好了 但很有用 嘿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赶快按这里哦 按订阅 小铃铛按下去哦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呢